日本都市传说 一个人的捉迷藏 文叶陈渊 一个人的捉迷藏是日本的都市传说之一 据传是日本关西 四国地区的降陵术 2006年4月 RCH讨论版上有人发布了这个游戏的详细过程 随着游戏玩法的传播 不少网友亲身尝试 并把自己的经历发布在网络上 顾名思义 普通的捉迷藏游戏至少需要两人才能进行 而一个人的捉迷藏 只要玩家自己一个人便足够了 要玩这个游戏的话 需要准备下面的物品 一个有手有脚的绒毛玩偶 一碗足以填满玩偶的大米 针和红线 指甲剪 刀获其他尖锐的物品 一杯盐水 然后按照程序进行 一 剖开玩偶将里面的填充物取出 剪下自己的指甲和大米一起填入玩偶内 再用红线将玩偶缝上 多余的红线不要丢掉 也记在玩偶上 二 给玩偶取个名字 但不能是自己或身边人的名字 三 半夜三点就可以开始游戏了 一开始 首先对着玩偶说三次自己是鬼 当然要说出自己的名字 然后将玩偶放在装水的浴缸里 走出浴室 将家里的灯全部关掉 只把电视打开 并调到没有信号的雪花画面 四 闭上眼睛 从一数到时候 拿着刀或其他尖锐的物品 回到浴室里 对着玩偶说 找到你了 当然要说玩偶的名字某某 然后把刀往他身上刺下去 五 对玩偶说 该某某当鬼了 然后带着盐水 找一个地方躲起来 六 躲起来的时候 不能出声 也不能到外面去 更不能把嘴里的盐水吐出来 七 两个小时后 嘴里含着一口盐水 出来去找玩偶 这是玩偶 可能已经不在原来放他的位置 找到后 先用杯子里的盐水泼的 再用嘴里的盐水喷向玩偶 对他说 三次我赢了 之后 将玩偶烘干后烧掉 游戏才算结束 如果你没有被玩偶找到的话 和其他的通灵游戏一样 一个人的捉迷藏 可不仅仅只是个游戏 处于好奇心的尝试 必然面对着潜在的危险 据说在游戏进行时 玩家可能会遇到异常现象 开着的电视播放异常的影像或声音 躲藏时听到奇怪的脚步声或响声 玩偶的位置和原来放的地方不一样的 有观点认为 一个人的捉迷藏实际上是一种咒术 但被诅咒的对象正是玩家自己 像玩偶内放入自己身体的部分后 玩偶就成了自己的一个体身 这身体的部分可以是指甲 头发 唾液或血液 而游戏危险的程度也按顺序逐渐增加 据说是因为身体部位与玩家的紧密度上升引起 换句话说 也就是玩家与自己在玩捉迷藏 一般认为 在游戏中装入的米代表玩偶的内脏 红线则是血管 可以看作是给玩偶赋予生命 而将玩偶放在水中 则可能是来源于水能聚集灵魂的说法 而开着的电视 则被认为是异时界的通道 既然这一种诅咒之术 保险起见 需要能应对可能的危险 盐水在日本文化中被视为一种护身符 可以再在游戏中保护玩家 并用以结束游戏 除此之外 在这个游戏中还有避难所的说法 留下一个保持充足光亮的房间 在游戏出现异常状况 是可以进去躲避 房间里有神坛的话更好 关于一个人的捉迷藏 这个游戏的过程还有其他的版本 例如 一 半夜三点 在装满盐水的浴缸周围点上十根蜡烛 并关掉灯 二 将米和鸡的心脏放入除掉棉花的毛绒玩具内 并用绳子捆好 三 把玩偶放进浴缸里 说 我先来当鬼 然后将菜刀插在毛绒玩具上 四 接着说 接下来你是鬼 然后躲到柜子里 五 如果要结束游戏 要从毛绒玩具中取出心脏 并宣布玩家赢了才行 除此之外 还流传着一个叫做活娃娃游戏 生人行友 的通灵游戏 与一个人的捉迷藏有相似之处 准备 两面镜子 一个人偶 但不能是毛绒玩具 一根蜡烛 替身玩偶 一根头发 用纸包住的盐 一 先是两面镜子面对面 将蜡烛和人偶放在镜子之间 二 在半夜十二时点燃蜡烛 并对人偶说 新的身体放在这儿 请使用它 之后再念五遍来玩吧 三 然后带上盐包 并说请找我 找到我就付给你生命五遍 然后进入到一个没有灯的房间 关上门并被靠着 把盐撒在地上 四 要结束游戏 先回到放着蜡烛的地方 说五遍你输了 然后熄灭蜡烛 并向自己和人偶身上撒盐 最后打开灯 保持至少一个小时的光亮 并在三天内将人偶送去神社 一个人的捉迷藏 是一个不错的恐怖素材 随着这个都市传说的传播 这个游戏也出现在了各类动漫 电影 游戏等作品中 如日本的同名恐怖片 南韩惊悚电影 恶业直播 恐怖游戏 怪异症候群等 事实上 除去鬼神之说 这个游戏给玩家带来的恐惧是确切的 在进行游戏前进行的一系列准备 首先就营造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氛围 而整个游戏中 最令人感到恐惧的 莫过于躲在柜子里的部分了 在黑暗的情况下 感知住外面的动静 会使人处于一个长期的高度紧张的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 感官会比平时更加敏感 任何微小的惊动 都可能给人带来极大的恐慌 无论究竟 那是不是娃娃来找你了 另外 许多人可能有对人偶 娃娃等的恐惧症 这种情况可能生来具有 如果是这类人对这个游戏的恐惧 或许因此而由甚 网路上也有不少进行游戏的视频 虽然在视频中 有人会遇到一些微小的异常 但大多都能安全结束游戏 而在一些视频中 玩家真正遇到了意外 不过日本的这类视频多不胜数 其真实性大多不言而喻 不过在2014年 在台湾的巴哈姆特讨论板上 有一个帖子提到了这个游戏 网友们也跟帖讨论 直到一名叫做 Q3252024的用户 在第88楼对这个游戏进行分析后 表示自己尝试了这个游戏 本人秉持实验精神 玩了真的有事发生 连续长达6天的噩梦 都是与躲猫猫有关 隔天你的头快极度剧痛 还会有幻听发生 我只是放一斑米 效果就这样了 放了糯米 我不知道后果如何限 我是选用偏深色的 红线电视会挑针 而娃娃非常的难找 最后要烧掉它的时候 我是感觉头晕目眩 火好几次点不着 但不久后 同一名用户 又在第228楼恢复的 我是88楼勇者的哥哥 各位好 距今 我弟玩了一个人 躲猫猫后 打从刚开始的头痛 如今已出现幻觉 使得工作无法再度继续 上个月正式入住 精神科长期观察 幻觉也越来越严重 甚至出现伤人举动 我不懂是什么 驱使他之后 又再度偷偷一个人玩 不管各位信不信 不要再有人玩下去了 摆脱 无论是真是假 好奇心还是会推动 一批人继续作死 而这个过程中的特殊体验 也正是此类通灵游戏 所追求的 摆脱颜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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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脱颜游戏